我们的皮肤可分为皮上与皮下的组织 豆疤的出现是因为皮肤的弹力蛋白支撑系统受到了破坏 表皮的下方我们称之为真皮层 里面富含了胶原蛋白以及弹力蛋白 这两者会给予皮肤应有的皮肤弹性与光滑度 发炎过后的青春豆会诱导纤维母细胞进入修复疤痕 但原本网状的胶原蛋白只能被修补成平行状的排列 降低皮肤的弹性 弹力非针可以达到破坏疤痕组织让疤痕扶平 整体刺入表皮时会穿刺细胞 但不造成整块皮肤的破坏 这个刺激会打乱正常细胞膜的离子平衡 导致细胞外离子进入细胞内 这种轻微的破坏不会造成激烈的皮肤反应 反而只是启动疤痕细胞的自动凋零 所导致的免疫反应只有轻微 去清除剩余的细胞碎片 免疫反应会引导各种各样的疤痕修补的机制 不但让局部的血液可以更丰沛 也会让真皮层里面的胶原蛋白 恢复到原本的网状结构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 TGF-Beta-3会启动五八痕的组织修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次期待 志愿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